众所周知,无名版里面的植物僵尸主要有以下这几个 呃,都是很常见的僵尸,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但是有一个冷知识,我才有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 那就是这个矮坚果僵尸 他们要是在35秒之内没受到伤害的话 就会召唤出一个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坚果僵尸 而且没有上线,和奖杯舞王一样,可以一直召唤 当然,如果持续受到伤害的话就不行 只能在无伤的条件下才能召唤 诶,你明白了吗? 嗯,我明白了 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植物僵尸终结者 好 卡槽一万阳光,九个植物,挑战一百只植物僵尸 其中高坚果,辣椒,矮坚果,机枪射手僵尸 每条路25个 那有细心的小伙伴也发现了 我在卡槽里面放了火炬树桩,路灯花,以及高坚果 没错,既然僵尸都可以组队 所以本次挑战卡槽里面的植物也可以相互组合 但攻击植物只能用一个 OK,那么话不多说 第一位挑战者,机枪射手 三个顶配火炬相安排上 然后前面每条路放两个高坚果挡伤害 再来两个路灯花增加攻速 剩下的阳光全中机枪射手 那么这样的火力配置 能否搞定一百只只副僵尸 来,拭目以待 一一看来是有希望哦 机枪射手国单名部 呃,居然被辣椒僵尸偷袭 啊,这 第二位选手 猫尾草 那样子 每条路还事先放两个高坚果 然后再来两个路灯花 剩下的阳光全中猫尾草 诶,这样的阵容 打击我不是都绰绰有余 那么结果如何 即刻分享 呃,依然是被辣椒老六炸的寸草不伤 没办法 挑战失败 好久不见的大喷哥 和马五少阵型一样 看起来就无懈可击 但是千万要注意那个辣椒老六 不过大喷哥也不是吃素的 来,挑战开始 哇,正输出 我感觉不要高坚果都行啊 OK,轻轻松松 大喷哥 挑战成功 你有别 接下来就是大名鼎鼎的真哥 因为真哥的特殊情况 所以我把罐子的位置换了一下 不过植物放起来也简单 只中二十路 OK,真哥出马 站无不上 直接开 哎,果然是轻松拿的 真哥挑战成功 哈哈哈哈哈哈 冰瓜依然是高坚果防御 路灯花辅助 看似简单 实则强V-UP起 来,挑战开始 这波完全没有悬炼 简简单单 最后一位 地磁王 这里就不搞幻灵符哨的 直接高坚果风路 地磁王全部中到这一列 你能走过就算我输 嘿 扛不住吧 直接拿下 好的 我是牛牛 喜欢请点赞 关注 下期见 拜拜